大家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軟件軟件軟件第二次見面 記得上次 我們用了Photo Filter 軟件 做了一些初階的人像美容 我上次也提及過 今次我們會用Photoshop 做出更加進階的效果 看看今次示範的相片 結果是怎樣 今次我會用上次同一張相片 都是這位女士 有三步驟 其實我上次用Photoshop 已經做到中間的效果 今次我會再做一次 用Photoshop 再做這個效果 至於Photoshop和Photoshop 的分別 其實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在操作上差一點 接著我會做最後第三步驟 我將它做一個面膜 令皮膚完全柔滑 首先打開Photoshop 留意一下 我用的是Photoshop C-S6 可能有些朋友用舊的版本 裡面有一點差別 但應該相差不遠 但未來可能有些新功能 可能我們用舊版本就沒有 到時我們會提醒大家 同樣地 和上次一樣 我們打開了這位女士的相片 因為我現在方便一點 我想將它裁置 我只要按它的面部 按一按 這部份 有個裁置工具 按一下之後 你會看到 有個虛線框住了這位女士 我自己把這條線拉過去 或是這一邊 由左邊拉過去 下面都一樣 再拉上去 我只要按它的面部 然後我只要在中間 Double Kick 就已經裁置了 我按其他工具 這一個 我的去線就會不見了 我想將它放大一點 我們可以按一下 放大鏡 放大工具 按一下 然後 Double Kick 好了 就差不多了 放大了 首先 我想做 第一步就是 和我上次一樣 做印章工具 Photoshop 很方便 它可以 我們有不同的圖層 我們一邊做 一邊可以看回我們的變化 在我們的右邊 將這個背景 拉下來 拉到這個位置的第二格 增加一個新的圖層 我們現在就會在這個圖層 做我們的印章 印章在哪裏 在我們的左邊 可以看到 在這個位置有印章 我自己按下去 好了 有看到圓圈 現在我們印章的強度是21 我們也可以在這裏修改 這裏修改 我改變成10 我按下這個圖 就正常 看到這個圓圈 差不多大 不如我們放大一點的圖 我們會這樣好看一點 再按我的印章 在這裏 上次我們用photo filter 就是按下操控器 但這次是photo filter 按下操控器 按下操控器 看到圓圈 變成不同的圖 按下操控器 把這個圓圈移進去 你一看到 它要遮蓋了 那顆默 再按下mose 就會不見了 好了 到接著那些魚尾紋 一樣 我們按下操控器 拿了 樣色 我們可以慢慢 慢慢地 修改 或者一次過拉 慢慢修改 這些技巧 我們做得多 就會很熟悉 到這個圓尾紋 我們再按下操控器 再拿一次 它的圓圈 這個圓圈不太漂亮 再拿一次 好了 這一邊 都一樣 我出來 拉一拉 我出來 我做法 跟上次的photo filter 差不多 按一下 這個圓圓圈 它的魚尾紋 已經沒有了 這裡 我先做了少許瑕疵 好 差不多了 有些大的圓圓圈 我們先把它收拾一下 好了 看看 這次 因為我有兩個不同的圖層 很容易看到一個分別 在兩個不同的圖層 上面 我看到有小眼 在這部位 看到嗎 關掉它 之前的 之後的 這個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好了 我想做第三部份 我想幫它做Mask 好 我將這個圖層 拉下來 拉到另一個位置 這樣就會 又多一個 好了 這個呢 我會幫它做Mask Mask Mask是怎樣做法呢 但還未做Mask之前 我想增加一個圖層 這個圖層 是裡面沒有東西的 在右邊 按一下 我們就 新增圖層 第一個是 看看 確定 看到右邊 這個圖層 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幫它做Mask 在左邊 我選擇這個 筆刷工具 我選擇一支筆 這支筆 可以看到我的圓圈 筆的顏色 我不要用黑色 或者是 我用紅色 記得 我們一定要停在這個圖層 位置 不要在下面 會畫花了你的照片 這是做甚麼 我們做Mask 我們 在它面部的地方 我們有時候 那些女士 做Mask 都是把 我把紙貼在 面上 現在我們是差不多 不要畫過籠 這地方也是一樣 有時候 我們不熟手 做多幾次 就做得很好 做完這部份 我們還有一些幼細部份 我們將一支 畫筆 強度 刪細一點 這次我去到 5 好 在這裡 再游上去 這部份 將我 細緻一點 我們游細一點 5 或者5 太細了 我們可以 打一點 9 現在我做了 面部的Mask 看到 這位女士 其實 她的 頸部 也有很多 紋 我也是 可以 游一游 將頸部紋 先游一游 不用太多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接著我們 按 左邊 有一個選擇工具 將這個位置 全部選擇 按 按 上面的 墊 這個 移動工具 按一下 不要移動 按 鍵盤 上面的 上下鍵 按下 按下 為甚麼 按上 選擇 這部份 按下 即是移動 位置 按上 後 按下 選擇 這個位置 我們關掉 這個Mask 圖層 現在看到 它圍著 女士的這部份 好 我們看看 現在 我想做一個 模糊效果 在雷鏡裏面 原來 忘記 把 我們的編輯圖 移動 回到下一格 我們現在是第三步 來的 雷鏡 蒙糊 我們選擇 叫 高斯蒙糊 按下去 之後 你會看到 有個圖出來 你會看到 皮膚好像不同了 這次我們用多少 大約 1.5 左右 1.5 好 接著按 確定 好 按其他工具 按不同地方 很明顯 皮膚已經 完全幼滑了 這部相片放得很大 因為本來的像素不足 有很多瑕疵 我們先放正常的大小 一幅相片 按 縮放 我們放100% 看到明顯不同了 我們看看 之前的效果和現在的效果有什麼分別 這是之前的 我們還是放大一點 才好看 這是之前的 這個 我們現在做了MASK 這個 我們現在做了MASK 和第一個比較 是怎樣 這是第一個 還沒有去到 咒紋 現在去到咒紋 做了MASK 好了 我們這次 到此為止 下次 跟大家分享 一些不同的東西 下次見 拜拜 解釋 請 我們 所謂你 是